Leo聊世界天天中心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日本人對上凶人 這一場比賽是天梯的RF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出生點位 9點鐘方向的黃色玩家 Miper選擇了日本人 日本人的特色是 他的步兵攻擊速非常快速 而且伐木場還有採礦地 還有模仿都是半價的 所以前期大概可以省下150木頭 這可以作為他前期經濟的優勢 日本人他的打法比較偏向於馬攻路線 流敵馬可以對步攻兵加2點傷害 而且日本人他的拇指環 鋼鞋人戰術全滿 騎兵路線跟蹤技術品種都有 所以還算不錯 後期也可以考慮轉一些騎兵出來 去做出騷擾也是ok的 他的日本武士打所有的保兵單位 都有外傷害的加成 後期也可以考慮使用箭塔攻 這個射箭孔也可以讓他的箭塔 射的箭矢數量更多一些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 HART這邊選擇的文明是 匈人 匈人這邊的特色是 開局就是200人口 不需要蓋房子 但是木頭會減100 匈人的馬攻 城堡實在是9折 電影實在是8折 所以後期很適合打馬攻 或是搭配遊俠的路線還有大路馬 整體來說他的槍斃路線是正常的 但是沒有3級的步兵鎧甲 但是還是可以反制對方的駱駝 攻勢之類都很適合 整體來說 匈人是一個偏軍式的文明 防守不太行 因為他沒有辦法蓋房子的關係 在阿拉伯可能還是只能拉個10強 防守會更好一點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HART這邊地圖 目前看起來是前面有一塊黃金 左邊有一塊 右邊有一塊 黃金的位置我覺得還算ok 並不會到太差 但是都是偏正面 所以防守來說還是會有難度 因為這塊黃金是偏後方 所以算還好 但是這裡 還是要圍出去一點 會比較好一些 圍出來一點 好那來看一下 MIPER這邊 MIPER這邊的黃金 跟HART其實蠻像 但是他比HART更好一點 是主金在裡面 所以兩邊都是一個黃金偏靠前 但是有一塊基因是偏內的 那WIPER這邊的木區 看起來還算是ok的 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這邊可以直接圍死也ok 可以直接守這邊上面的 這個空地的區域 那HART這邊則是木區 比較尷尬是只有這塊木 跟這塊木能用 那如果要圍的話 還是要大圍才會比較好守 但是兇人要圍的話也只能靠木牆 所以這邊就要來看 兩邊點見高手怎麼打這麼空曠的阿拉伯 好 HART這邊點下了軍銀 日本人 VIPER點下了封建時代了 VIPER是打了一個19P 19隻村民生封建時代的流程 那HART這邊是打了18P極限肉馬 不點織布的 欸 不是肉馬 而是射箭場 極限射箭場 那如果他是要打射箭場的話 應該是要補彩晃帝喔 他補魔防的話 這意味著他第一隻弓兵出來之後 會斷掉 會再補一個毛兵出來 不然這個黃金會來不及喔 所以呢 世紀帝國的阿拉伯的流程喔 你光是前面光 蓋魔防跟彩晃帝 就會影響到你後續的攻勢的節奏 甚至這個出兵會不會斷兵的問題 這覺得是世紀帝國最有魅力的地方 很多細節喔 要去注意的喔 好 VIPER這邊 差一點戳到 HART這個調戲了一下 VIPER的槍兵 VIPER現在是打了一個毛兵防守 雙射箭場 哇 我們才在頻道上講說 這個雙射箭場很容易被對手擋下來 因為對手只要單射箭場 出毛兵一攻一綁 就能點 就能擋下你的 小弓雙射箭場的靶場 攻勢喔 但是VIPER這邊是打 毛兵 欸 還不是 打弓箭手 那就尷尬了喔 如果這個雙靶場 打毛兵的話 而不是小弓 那HART這邊可能就要轉碼了 好轉碼 然後毛兵還是要繼續按 好不然這個槍兵會沒有辦法處理 好 VIPER這一波 毛兵守得不錯 槍兵小打小鬧 村民有一隻遺留在外面在發呆 幫檢舉這個村民掛機 不幫忙輸出 好但是後面的毛兵又來了 現在HART點下了一擊射 左邊的村民出來打架 打了這些肉麻 這血量降到剩9滴血 VIPER把左邊的兵方給圍死了 正面的部分果然比較難為 好果然是要守這個區域 那VIPER在天梯的這場比賽中 日本人遇到兇人的HART 他是有維加的喔 我覺得這個是蠻細節的東西喔 因為VIPER會維加就代表他要認真了 所以這場比賽很值得一看 只要VIPER有維的 通常就是他有在認真在打 好再來看一下 他並沒有把HART當成一般的選手代打 而是非常頂尖的選手的感覺喔 好這裡 往前VIPER 頂 nice 再來一發 再往前 A就完事 搞定 HART的弓兵過來 VIPER這邊轉了一個肉麻 但HART這邊看到雙靶場 還有這個毛病的路線 並沒有轉馬 這個我覺得蠻偷的喔 他這邊已經偷了15片田喔 那VIPER則是8片田而已喔 就知道他這個偷是有多偷了 所以我覺得 HART這個可能會有點危險 好但VIPER這個毛病呢 其實也沒有辦法做到很好的攻勢 除非搭配一些肉麻 那這個進攻就會比較有力一點了 目前看起來HART沒有打算要進攻 VIPER也是喔 兩邊都是手夾 準備要來升到城堡時代 HART這邊開始圍起了大量的木牆 稍微把自己架給圍好 組建的地方 比較尷尬 並沒有往外圍出來喔 所以這裡待會要考慮插個箭塔 或是城堡防守才行喔 不然這兩塊金防守一定會有問題喔 VIPER這邊點下了士奇 這裡是9個人在挖金礦 城堡時代 是由HART先拿下第一個升級的喔 HART這裡轉馬舊了 還是得轉馬舊 這裡馬舊先補個馬 待會就可以直接上 興起一拼的升級了 好點下一級農田 第二次輪根 可以吃到一級農的優勢 好要不要再補一個 靶場呢 還是要補一個馬舊呢 我是覺得他現在填這麼多 直接走 靶場 走騎士路線可能會更好一點喔 但不是走雙馬舊騎士路線喔 所以這就有點 微妙 看不太出來 想幹嘛 但我覺得應該是 可能是要走一個 戰毛配騎士的路線喔 因為戰毛配騎士需要戰毛兵 升級的肉量跟二級色的肉量 肉可以剛好消耗完 好那現在HART還沒有補品種 VIPER也是先走了一個戰毛兵防守 正面沒有為死 好回頭再打一下 戰毛兵要出發了 HART這邊也出發 VIPER跟HART都有偵查 你的主力部隊是什麼 好看到騎士過來 VIPER這時候沒看到嗎 看一下VIPER這邊視角 看到騎士了 怎麼辦 看到騎士只能走了 邊走邊往後拉 但是騎士貼了上來 修了這一波 還沒有點跟蹤技術 好有一隻騎士過來勸架一下 但是要勸誰呢 確定對方戰毛兵 但是HART有一級的攻兵 騎兵鎧甲 所以戰毛兵打起來不是那麼的痛 家裡也沒有修道院 騎士也被解決掉了 VIPER這波完全被壓在家裡打 但是這波高低 可以讓他拿到一些優勢 現在家裡繼續挖金 騎士補在家裡 後面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VIPER在左側的石頭放 也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VIPER這個地圖 圍得舒舒服服 果然是守正面這個地方就行 那現在HART很麻煩是 這裡要不要補城鎮中心 我這裡要補的話會比較好一點 附近比較能守 那問題就來到了這塊主金怎麼守 兩邊稍微退回一下 把這個殘血的騎士補一下血量 VIPER也補下第三個城鎮中心 兩邊都是打一個防守反擊 3TC開農 然後有出兵防守的一個路線 那大家對於以前3TC開農路線 就是印象中都是不出兵 但是在現在的職業高手來看 這個防守反擊流 還是會出很多兵去騷擾或是防守 不像以前這麼單純 3TC二農二木 然後其他什麼事情都不錯 我覺得這算是西帝國的 也算是一個細微的 變動 變動嗎?進步吧 算進步 這當然對於要學習的人來說 又是一大的挑戰 這個確實很難學 但是只要一旦你學成了 那你就有可能是世界等級的玩家了 我覺得防守反擊流 還是最強 心目中最強的一個戰術打法 好 VIPER現在是兩隻騎士 繼續在後面繞 那目前看起來 哈特 這邊戰毛病的數量 還是有穩定在出 出到15隻 那兇人這邊轉出了青頭 有 VIPER這邊 沒有這個救贖思想 還沒有點 所以應該不會靠勝率 去處理這個事情 好 VIPER決定要走馬功嗎 人家的戰毛兵 還這麼多的情況下 還在補的情況下 走了馬功 哎唷 但是這個點八戰毛 打得很漂亮啊 點掉了兩隻 好 VIPER轉了品種 看來還是想走劉迪馬 講一個老人想苦 劉迪馬這個科技 特殊能力剛出來的時候 對戰毛兵是可以加兩點傷害了 這是非常誇張的一件事情 這意味著戰毛兵也很難打得贏馬功 但是現在已經被修掉了 現在只對不攻兵有用 戰毛兵的話是沒有辦法應用到的 好後面騎士拉過來 戰毛兵偷打一下村民 騎士還在補血 這裡可能要補多一點騎士才行喔 要先解決掉投石車才行 但投石車怎麼走這麼近 VIPER這一波打算鐵人心要往前A 喔這一波騎士不行 後面趕快就往後拉 攻擊後面的投石車 投石車打完之後看要不要往回拉走 不往回拉走的話馬國可能要往前 戰毛兵可能要撕出大事 但是騎士好像贏了 OK再抓一些戰毛兵 但是騎士可能要掉個幾隻了 後面投石車又來 這一波VIPER直接用大量騎士壓制了回去 這裡再抓一台投石車 騎士應該拉不走 果然被招響掉了一隻騎士 但是還好是殘血的 但是後面的僧侶數量其實有點多 來到了四個僧侶 戰毛兵馬弓繼續往前補 VIPER開始全軍往前 戰毛兵趕快反擊這些戰毛 但是正面的馬弓掉的數量有點快 又掉了兩匹馬弓 哇哈特這一波打得不錯 VIPER也是有來有往 難怪VIPER對於哈特要這麼的謹慎 這麼的謹慎 OK現在點一下跟蹤技術 VIPER已經開下了4TC 我覺得VIPER最狠的地方就是 他可以邊打 然後城市中心越開越多 在你跟對方交戰時候 你都已經覺得 我們已經用了雙方全部的經濟在對打了 應該是沒有人可以再去開城市中心偷農了 但是VIPER他就是可以一直打 然後一直邊偷農 真的是太誇張了 然後哈特這邊還在沉迷於補血當中 並沒有補下新的城市中心 沒有補下新的城市中心 VIPER補下了5TC 無情開農 這一把VIPER日本人對上凶人 我覺得VIPER的優勢可能會更大一點 不管是出槍兵還是馬弓 傷害值都有優勢 那哈特則是只有馬弓的折扣優勢 所以VIPER在這場比賽中的文明優劣勢來分析來看的話 VIPER應該是更勝一球才是 如果不看個人能力的行為來看 VIPER是比較優勢的那一方 所以如果哈特想要打贏的話 最好還是要上個戰毛兵 配遊俠 是他帝王的決戰的兵種搭配 好這波戰毛走過來 VIPER本來想這邊賭城堡 但是這裡人家踩了高地 這跟城堡能蓋起來嗎 OK兩邊差不多時間點下帝王世代 大概只差了30秒左右 VIPER這邊5TC濃 開到108吋 4月亮贏了大概2000個左右 正面的戰毛兵跟馬弓看輸出 想要嘗試把這個高地搶回來 但是馬弓部分還在補 並沒有補騎士 只有馬弓部分是能夠打得贏的嗎 騎士的部分趕快先解決掉 這裡村民趕快補上高地 好自己的單位有點卡住了 還在卡這個戰毛兵 好現在補下了輕騎兵的升級 這幾隻馬弓拉回去了 他的前方騎士數量 直接被這些馬弓給吸引 讓viper有機會把這根城堡給蓋起來 這就是viper的掉虎離山之際 你覺得我的馬弓是去你家騷擾的 不 這讓你的正面沒有太多騎士 讓我正面可以有機會推出去 把這根城堡蓋出來 這個就是細節啊 細節 你以為他真的去騷擾 但是他真的不是去騷擾 騷擾只是順便 實質上他的戰略目標 是要來蓋出這棟城堡 好這根城堡蓋好 就意味著哈特的戰場中心點 要開始往中間補 不是往上補了 這樣才有機會從這裡切入viper的經濟地帶 那如果往上補的話 還要一直繞過這根城堡 左邊還有牆 所以現在哈特要思考一下 該怎麼繼續打這場比賽 走了馬弓路線 那我記得 凶人馬弓對上日本馬弓 日本馬弓留底馬的效果 對馬弓也是有用的 那我記得是布弓兵啊 所以 留言區有人說 對馬弓有用 這有點疑惑啊 我記得是布弓兵才有 好 那現在日本人 為什麼也可以打得贏對手呢 是因為他有弓兵三級練獎 但凶人沒有 所以傷害值來說 是日本會高於凶人的 好 那現在日本人 點下了增兵技術 轉出了一些 清起病的升級 好 點下了二級挖技 viper這邊直接放棄走步兵路線 轉出了彈射器 好 城堡都已經蓋好了 那哈特這邊的巨型頭司機 是有 命中率加成的 但是viper 只要點下彈射器的話 他的巨型頭司機 就有攻速加成了 所以哈特這一波 說有他的巨型頭司機有優勢 這也不太好說 畢竟多打一發 可能就可以補正你的命中率的問題了 好 好 哈特這邊 點下了化學 兩邊 三次 先等一下 我們先升個科技 大家先別衝動 好 viper轉了一些清起兵 想要偷拆 巨型偷吸 但是沒有成功 攻擊力沒有點上 viper這邊大量馬弓抓到了哈特 這裡是伐木工 這裡伐木工直接被抓掉了好幾隻 抓掉了武村 哈特這邊 繼續轉出了馬弓 還有戰毛兵 防守 為什麼哈特這邊要轉馬弓 也是怕viper這邊轉槍兵 或是日本武士之類的 直接正面對砍 就會把他的兵力搭配給砍掉 所以現在走馬弓其實能理解 但是要打贏這場比賽 可能還是要靠大洛馬 大洛馬配馬弓可能會更好一點 不然這些清起兵現在打這些戰毛兵 也是有點麻煩 解決不了 如果自己轉個清起兵或是大洛馬 也會比較好應對一點 但是viper剛剛五個城鎮中心 經濟已經偷起來了 支援量越拉越開 來到6700的支援差距 後面的三台巨型偷吸機 還在攻城 第一時間並不是攻擊城堡 而是你的巨型偷吸機 這就是日本的 彈射器威力 一直偷吸一直爽 結果左邊命中率有效果 直接砸掉了viper的巨型偷吸機 viper這邊大一了 上方這裡開始補劍塔 viper開始控圖了 但viper這邊要 需要控住的地方還是這根城堡 但是哈特拉了一堆騎士 從後面想要偷偷溜進去 viper這一波 要被長驅直入了嗎 ok開始砍了 viper這時候還沒有發現 原先在四處都在著火 viper並沒有看到左下角 這裡正在閃閃發光 沒有第一時間過來應對 騎士再吃村民把貝 哇 viper終於看到了 這裡已經砍了12隻的村民 但是正面的馬弓 並不能離開現場 現在離開現場的話 又有可能哈特補了一些騎士 從中間直接直取這裡巨型偷吸機 所以如果這裡馬弓要離開 巨型偷吸機一定要先撤離 好 但是viper發現不行了 自己沒有辦法 讓馬弓再繼續待在前線 一定要回救一下 不然這些騎士 砍得太多隻村民了 viper也轉出了 這幾馬牌 新奇病的路線 還想要繼續走 好上方這邊建塔 還沒有升級到防衛建塔 巨型偷吸機現在開始工程了 viper再重新把巨型偷吸機給架起來 嘗試打你的正面巨頭 哈特並沒有在家裡補騎士 所以把馬弓之走之後 並沒有來拆viper的巨型偷吸機 好這一點 就可以看得出viper跟 哈特 處理巨型偷吸機的 大戰的時候的細節差異 兩邊都有自己的打法 但是哈特這邊如果 可以把這些剛剛的肉 都轉成輕奇兵 跟三防 或是攻擊力 就可以偷拆掉viper這些巨頭 但是viper這波好像要爆了嗎 4台巨型偷吸機 但是viper即時處理掉對方的另外一台 巨型偷吸機 現在變成3巨頭 viper是5巨頭 這波還在砸 還砸到了後面的馬弓 又有機會 又砸到了村民 這波再來攻擊速度很快 又砸掉了一台 viper的城堡 血量越補越多 但是沒有石頭 趕快再買100石頭 繼續修理 好巨型偷吸機 viper的攻擊速度加成還是更有優勢一點 好這裡想要修理回來 但是攻擊速度太快 來不及修到一半就爆開了 viper開始進行第4台的巨型偷吸機的拆除作業 再來一台 沒有打到 馬弓直接倒地 巨型偷吸機還在砸 下面的修理的工程師 有點害怕 天空一直降來巨石 但是viper在後面的進攻 已經把哈特殺的 頭破血流 哈特直接打出了GG 我們恭喜viper拿下 第3的勝利 哇哈特這一波 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是抓了68村的經濟 68村 當我們以為viper在專心工程的時候 他已經開始多線進攻 甚至左邊還有戰毛兵在控擬田 中間居然也有馬弓 下面這裡一大片的聰明 連哈特自己都沒注意 因為連哈特連自己 也一直在注意這些巨型偷吸機的血量 因為他要一直去拿村民去修理 所以注意力都放在這裡身上 哇viper這一波多線進攻 前面攻後面野攻 把你攻到華裔人生 雖然哈特這波攻勢歧視進去 也確實騷擾到了viper 但是後續 並沒有補下肉碼或其他東西的升級 其實還是對於前面的戰線 沒有發生任何的改變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就是有viper拿到資源上的全勝 什麼都贏 這就是viper的防守反擊經濟流打法 好啦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